大家好 这是海里发青通 所以我的眼神叫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信 自信来自于哪里呢 自信就是来自于我们在排练 在做一件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感到了这成就感 你知道成绩和成就感是完全两回事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个成绩 可是他有这个成就感的时候呢 他的自信又可以 他真的可以培养他的自信 给他的新智力就慢慢的可以培养出来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好像我这样啊 如果用我的故事来讲 成为一位精通双语的眼神 我可以用华语和英语在舞台上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如果只是看到成绩的方面呢 我是可能没有这个地步 不可以踏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我想的是成就感 我想的只是要给自己一个水准 就是我可以得到这个 我可以上台演讲 我可以录这个视频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有这个自信力 那心智力量呢 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于我们特序在排练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在终点呢 我们要的目标 已经可以慢慢的可以去争取到 所以大家如果认为你设定了目标 而且你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呢 你没有自信 我可以建议你们做一件事 就是要感觉到你们有成就感 因为成就感来自于好像我们在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来可以成 感觉我们已经真的玩得很爽 做得很爽 已经达到这个目标 那就是我们要真的去玩 不是玩得痛快 才有个非常开心的 非常开心的这个感受 对吗 所以我们也是要这种 最重要的是您的成就感